坐在我旁邊的是 現在聽者叫部立台北醫院 就是以前的 屬立醫院 屬立醫院 以前都喜歡叫信狀 叫做省立醫院 我們那個骨科主治醫師 楊士賢 楊主治醫師 跟聽眾打個招呼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士賢醫師 目前在信狀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服務 為什麼找楊醫師來 因為 好了 我今年要正式 邁向六字頭 我說五年級變六年級 然後呢 身體就開始 好了 我自己就有疑心病 覺得怪怪的 尤其是背 脊椎 什麼的 可是我有一些事情 不是很懂 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骨刺骨刺 到底 是我的脊椎會痛 就是骨刺嗎 還是 還是我要怎麼樣去知道說 我 有沒有前期的徵兆 什麼的 因為 我常常覺得 我脊椎 脊椎痠痛 好首先先要先澄清一下 那個骨刺的名字 骨刺其實不是專門 只有在脊椎 脊椎當然會長骨刺 不是只有脊椎 是的 那骨刺的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是講說 骨刺的意思就是 它是多生出來的骨頭 多生出來的骨頭 對 我們叫最生骨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存在 在我們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 包括你通常是經常會使用到的一些的部位 所以在我們脊椎部分我們最常聽到的骨刺 因為它我們每天都會使用到我們的脊椎 對啊 我現在最怕的是脊椎 所以在我們的脊椎 在我們過度使用的時候 比方說常常會有一些負重的動作 或者一些運動的時候 我們會常常會使用到我們的核心的肌群 那這些的使用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每天去鍛鍊它 如果我們沒有去保護它 它就會容易有一些受傷 受傷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有一個保護機制 它就會長出一些更強硬的骨頭 來去做一個保護的動作 所以它是可能是我運動不足 或有自私不良或什麼 然後身體為了自我保護 增生出來的 對 因為它有一些小受傷 可能會有一些小受傷 小受傷之後 它為了要保護自己 不會一個局部地方的受傷 所以它會長一些的 多長出來一些骨頭 去增加它的穩定度 可是這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看手機我都是這樣子 對 我後來我最近有聽人家講說 對不是最近聽人家 我有朋友圈裡面有人就是 頸椎去開 說他追我骨刺 最近最近我們常常在門診裡面 也常常會遇到這種問題 就是低頭組 甚至有一些是常常需要上班的時候 會使用到一些電腦螢幕的人 很多很多 然後他們都是知識不正確 通常會有一個低頭的一個動作 對 因為一定是這樣子看啊 對 也會容易造成你的頸椎的地方 也會長骨刺 因為我的朋友圈裡面已經有兩個這樣子去開刀了 那我們看診的紀錄大概就是會越來越年輕化 因為現在其實從國小 甚至幼稚園開始已經接觸到這些的3C產品 對 那每個人都是其實都是低頭的在看 那這些的話其實都是對於脊椎 甚至於對腰椎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負擔 可是這樣子 這樣就生活上就很困擾了 我因為我 他可能這樣子看他 所以這個 那我們的話我們都會建議說 如果說你是本身是看螢幕或是電視的話 我們會建議比我們的視線的再往上面一點 要再往上一點 對對對 讓我們的頸部能夠維持一個往上台的一個姿勢 要稍微抬頭 對 要稍微有一點抬頭的姿勢 真的不要做低頭組 可是好恐怖 這個 那 好我現在比較緊張的是我的脊椎 我 事先會不會有什麼徵兆 通常我們的骨刺剛剛有講到這是骨鎮 增生之後 我們才叫做骨刺 那這些的骨刺如果 他沒有去影響到 周邊的組織的話 你不會知道你有骨刺 如果你沒有任何的症狀的話 你去照S光 除非你去照了S光之後 S光可以看得到 你有多生出來的骨頭 否則他如果沒有症狀 他就是安靜的 呆在他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症狀 就是因為他長出來的時候 會影響到你周邊的一些肌肉 血管 韌帶 甚至於影響到神經 就會造成我們現在常常會聽到的 因為骨刺壓迫到神經 而需要去做藥物治療或者是復健治療 甚至於手術治療等等的一些動作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比較遇到的 比如說我們家裡的長輩 還有我自己的朋友 大概都是 應該都是影響是壓迫到神經的 就是忽然間他就說很痛 根本沒辦法睡 然後我們就帶他去檢查 我孕婦那時候就是這樣去檢查 照S光之後 他那個大概是二十幾年前 然後 然後說是骨刺 然後壓迫到神經要開刀 然後那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那時候脊椎要開刀 是一件家裡是一個很驚嚇的事情 因為快啪 二十幾年前了 對那個時候就是到新莊去開 是 那 然後 然後全家都會很緊張 可是現在是我知道的是 現在的手術好像都 傷口比較小 復原的比較快 比較沒有 當年那麼 那麼心理壓力那麼大 隨著科技的進步 對於脊椎手術來講的話 那當然是有一些技術上 同時也一些器械上面的一些進步 那以前的一些 很大的很大的一些傷口 那現在的話也是可以用一些 我們叫做微創的一些器械 對 甚至於用我們叫所謂的內飾鏡 去做解決 可以用內飾鏡做 可以可以 我記得我那個岳父開完刀之後 他還蠻樂觀的 他會讓我們 他後來好了以後就 就讓我們看 那個後面就留了一個 很長的一個疤 好長一點條 那現在的話大概 如果是用一樣微創 或者是內飾鏡來講 大概頂多就是兩邊 各一公分 兩公分 的傷口 就解決了 一公分 對 大概就是一個手指的寬度 差不多 那差很多 對 這樣子的話會病人 第一個他的疼痛感 會減少很多 然後術後的話 也可以儘快的 恢復到他原本的 生活狀態 我記得我岳父當年 因為二十幾年前 那個 那個時候 他好像住了三天 三天 對因為我記得 他那個時候醫院還說 他算是 住的時間比較短的 對 像現在我們開完 開完這種的 脊椎的 大概需要住 住要多久 當然要看他脊椎 手術的 大或者是小 好 像以前還是有一些 像比較大的一些 手術 像脊柱側彎 整個脊椎都得要開 去做矯正的 那個可能住院的時間 會長一點 那剛剛所講到的 像一些骨刺 比較簡單的一些骨刺 我們做了像一些 減壓 好 甚至於一些 內固定的一些手術 如果結束不是太多的話 用所謂的微創 甚至用內飾精的方法 去做 那大概一天或兩天 其實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了 對 那就是不會影響工作 不會影響工作 對 這個真的差好多 對 不過 我還是想問一件事情 對我一般人來講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身體 對自己的自我保護的話 那 我可以做什麼 可是 我第一個想到 當然就是調整我的姿勢 避免姿勢不良 可是 可是會姿勢不良 就是自己不知道 其實 我們可以做什麼 其實對於 骨刺來講 其實有很多的 預防的一些方法 包括像飲食 包括像你的姿勢 包括像你的身體型態 飲食 姿勢 身體型態 對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身體的型態 什麼叫身體型態 誰會長骨刺 當然是你負擔越大的人 就會長骨刺 所以 重的人 體重過重的人 就會容易長骨刺 所以對於 對於 害怕說會長骨刺 或者是已經長骨刺的人 我們會建議他 第一個就是要減輕 自己的身體的重量 你越輕的話 對你的身體的負擔越少 你的骨刺就會越長越少 這是第一個 像我們有看到很多的病人 包括像 像我們很多的台灣的舉重 是非常有名的 對 這些舉重的選手 他承擔的不是 不只是國家的壓力 他承擔了很多他身體的重量 是 所以我們去看他的S光的話 他的脊椎其實都是骨刺 打非常的多的 可是他還可以舉重 對 是因為那個骨刺沒有影響到 那個骨刺沒有影響到 沒有影響到他的功能 而且那個骨刺是用來保護他 能夠負擔那麼大的重量 那很特別 甚至於我們去看說 有一些像搬家的工人 搬家公司 一個冰箱搬上去 三層樓一口氣爬上去 他的脊椎也是受了很大的損害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他的骨刺應該也長了不少 所以這是第二種的 我們叫做生活型態的部分 你不要做過多負重的工作 當你要負重的時候 要需要用到一些正確的知識 比方說你要彎腰撿地下的東西 蹲下來就會比彎腰來的輕鬆 也比較不會受傷 這是第二個在生活型態 那當然剛剛東華哥這邊有講到 就是我們做的時候 後面的地方一定要往後靠到 後面的背 你的背要能夠支撐 那當然你在做沙發的時候 千萬不要像一個馬鈴薯一樣 整個就躺在上面 這樣子的話就會很容易 會增加我們一些脊椎 甚至一些其他骨頭的負擔 你的骨刺就會越長越多 講到這個坐椅子 像一般椅子後面都有點彈性對不對 是 那是我應該做比較沒有彈性的好 還是有彈性的好 其實都可以 它主要就是你有一個 能夠支撐你的背部的 但是不要讓它太軟 對對對 不要讓它太軟 對對對 因為有些椅子有點太軟 就不用像之前當兵一樣 什麼做三分之一板凳不用 你做滿板凳 讓你的身體 能夠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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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你對你的身體的負擔 才是少的 那像 一般在辦公桌上 做電腦工作 就是用到螢幕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往前傾 是 那個就比較不好的姿勢 對那個 如果說你需要酒桌的話 那個算是比較不好的姿勢 因為時間累積下來 日積月累 還是會有 就會 所以剛剛也有跟各位聽眾 跟公華哥這邊建議就是說 當你在辦公室裡面 你使用電腦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你在你的螢幕 下面再多一個小櫃子 把它往上放一點點 墊高 對墊高之後 你的身體就會往後傾 你就會 你的視線會有 平面會往上一點點 可以保護你的頸椎 甚至於保護你的腰椎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一些 比較長靠背的椅子 有 這個長靠背椅子 很多辦公室現在都換 都會使用長靠背 甚至 經診 甚至連 經診都有 但是 電腦 電高 對我自己看到的 反而不多 對 我們會建議就是把你的電腦 它下面其實可以再放一個櫃子 然後把那個螢幕往高一點放 這樣子的話 可以減少你的頸椎跟腰椎的負擔 因為現在 現在的電腦 像以前PC的時候 那個磁碟機 是在下面 它是可以電到 現在都一體成型的 根本沒有 根本沒的電 因為 而且如果 如果那個 螢幕又稍微大一點的 這個是要注意一下 是 因為這個就想到那個頸椎 我也想到頸椎 對 可是楊醫師 那除了 除了從頸椎到脊椎之外 如果這樣的話 我的手或腳也有可能 對 那剛剛有講到 骨刺的話就是你最深的骨頭 所以其實在一些比較常常會負重 甚至常會一些運動道的地方 其實這些地方都會長骨刺 包括像你的肩關節 包括像你的軸關節 包括像很多女生 常常做家事所引起的 手關節的一些 手指 手指頭的關節 還有像我們常常在做 人工關節的膝蓋 膝蓋是很常用到 這些也是常常會遇到骨刺的地方 原因的話就是因為 不斷的在承受我們的重量 以及不斷的在運動所造成的 那喜歡爬山的人膝蓋 這個有必然關係嗎 沒有必然的關係 不過大部分 大部分的爬山的人 他本身要堅加強他的肌肉的訓練 他才能夠保護他的膝蓋關節 這樣才不會說你在爬山的過程中 因為受傷而造成你的關節 退化或者是骨刺的增生 那如果真的身體給我做訊號的時候 是看醫生 那你剛才講除了開刀之外 物理治療也可以 對其實骨刺來講 他並不是只有開刀一個治療的方式 他可以從他的症狀輕微到嚴重度 我們會可能分成不同階段的治療方式 包括最簡單的第一個 就是用藥物去做一個治療 對用一些藥物 包括可以吃一些像抗發炎的藥物 甚至於抗一些止痛藥 甚至一些肌肉鬆弛劑 他去放鬆骨刺周圍的一些肌肉韌帶 甚至於減緩他一些發炎反應 就可以減緩患者的不適 可是那個骨刺還在啊 對那骨刺還在 所以就是不要讓他持續再增增下去 這是第一步 那這種狀況是不是 那個股刺並不會說影響到 第一步當然是先讓他那個股刺不要再持續 壓迫 對壓迫或者是讓他變大 所以第二步的話我們可以做一些像復健的方法 復健的方法的話包括像熱膚 包括像超音波包括像電療 甚至於有一些震波 震波的部分也有一些可以將這些的骨刺有縮小的效果 震波可以 對不過次數可能要稍微多次一點 才有辦法 那復健治療甚至於叫做物理治療的原理 其實也是包括像熱膚 超音波電療這些等等 都是讓你周圍的一些的肌肉韌帶 還有一些組織能夠比較鬆緩 甚至於他有一些的會創造出一些小發炎來 來治療他受傷的地方 那這個關鍵是 我不一定要把那個骨刺消滅掉 不一定要把它消滅掉 你只要讓他不要作怪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和平共存 對 但是不要讓他壓迫到我的神經 萬一我們講到第三步 萬一如果說他這個骨刺 我們做了上述的那些方法 包括吃藥打針甚至於復健都沒有效 還是會影響到 還是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甚至於造成一些神經方面的症狀 甚至於造成肌肉的萎縮沒有力氣等等 那這個時候手術就是必須的了 這個時候手術就是必須的了 那你剛才有講到一個是飲食 飲食對這一塊有 是會造成骨刺還是說可以 飲食的部分有一些的食物 當然會造成骨刺 可是我們會建議就是可以吃一些 比較可以預防骨刺的一些食物 骨刺可以預防 有一些的食物是可以預防的 什麼樣的食物 包括目前的話大概有三類食物是可以預防的 包括第一類的話就是一些有一些 我們的食物裡面其實是很多可以 我們叫做天然的抗發炎的食物 天然抗發炎 對比方說像一些深海的魚類 深海魚有 這個我有在吃 對像深海魚類我們常常在看 聽到或看到的像鮭魚 鮭魚嘛 對鮭魚之類的話 那這些的話就可以有 含有其實應該 那種大比目魚算不算 算 有含有Omega3的一些酸的一些 甚至於它可以做成它的一些小刺激 這些的話是都可以去治療它 這個是魚 對 甚至還有一些像薑黃類的食物 薑黃 薑黃不是指薑 不是指薑它是一種算是一種中藥 甚至有一些薑其實也算是 有一些像一些蔥蒜 還有一些香料的這些的東西 它也是屬於天然的抗發炎的藥物 蔥薑蒜這個我們都有 對 而且我很喜歡大蒜 那這些的話是屬於比較健康的 那之前也有講說那個 除了可以防癌以外 那這些也是天然的可以抗發炎的藥物 那第三類的話大概就是一些 ACE類的 有維他命ACE類的水果 ACE橘子 對 A的部分的話大概就是一些類胡蘿蔔素 類胡蘿蔔 胡蘿蔔 胡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有 那維他命C的台灣就很多了 維他命C真的很多 對還有一些維他命E的部分 就是一些抗氧化的東西 維他命E我就不知道 酪梨 酪梨 對酪梨 酪梨 酪梨是 維他命E裡面含量比較多的 可是酪梨我的印象都是女生比較喜歡吃 男生喜歡吃酪梨的 我好像比較少遇到 從現在開始 還有一些維他命E的部分還有一些像堅果類 堅果類 堅果類 堅果類的話 堅果類要注意不要吃太多 要不然油脂會太高 我可以吃一罐 不是一大罐 就是那種 他賣那個 在超市 我們會有所謂的飲食的建議的份量 那一天的話 有的是說五顆 五顆實在是太少了 我一次就一罐 那那個可以有一些的維他命E 那也有一些防止骨刺的生成 那當然就是不要過量 不要過量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還有一些像一些關節 可以讓它能夠儘快能夠修復的一些食物 包括像一些含有膠原蛋白的 像雞的軟骨 雞軟骨 還有一些雞精 雞精 等等 雞精是指外面賣的那種什麼 低雞精那種 都算 都算 低雞精有這個 這個我都 因為它是比較屬於是比較好的 我們叫做優質蛋白 好的比較優質蛋白 它可以去增加你的關節修復的能力 那有人在 有的人也有在萃取那種所謂的 私木魚或者鱸魚的那種 那種 那個叫鱸魚精或者是私木魚精 那種會有幫助嗎 那個也是會有幫助 因為那個是屬於比較好的一些蛋白質 那些蛋白質的話 其實除了我們剛剛所說的 它會修復一些 我們關節裡面一些受損的地方 它可以增加我們 這些是屬於比較好的蛋白質 好 這個對我來講就比較容易理解 容易取得 再過來我還可以再注意什麼 食物 然後 知識 然後 運動 運動的部分 運動的部分我們會建議就是 我們剛剛有說過 你身體的重量越重 會對於你的 這些的關節 甚至你的脊椎的負擔過大 所以這些的話會造成 你的骨刺會容易會增生 所以我們在從事運動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當然就是要先加強 我們的肌耐力 肌耐力 上臂的肌肉等等 那哪些的肌肉 哪些的運動量可以是對我們負擔 負重比較少 而且可以增加我們的 以骨科醫師來講的話 大概最常會建議叫病人 叫病患或者是一般民眾去做的 就是 游泳 游泳 還有走路 是要走快的 快走 以及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 對 這三個部分的話是對關節的損傷 損壞會比較少 而同時間又可以增加你的肌耐力 好 因為我是焊鴨子 但是其他兩個我都可以 好 我們今天謝謝楊士賢 楊醫師跟我們分享這邊 這樣我就知道 因為我怕骨刺 楊醫師謝謝 謝謝 謝謝